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台股五月似乎是打破了五穷六绝的魔咒 在五月份大涨了999点 在雅谷当中是排名第二 那么现在六月份 这个台股到底是会继续的上攻呢 还是要特别留意 有可能会涨多回档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特别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 杜金龙杜老师来为大家解析 杜老师好 喂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杜老师先前来到节目的时候 其实就有提到 其实从1268日反弹会走五小坡 那么今年台股到现在已经涨了 将近两成的一个幅度 那么这是五小坡的一个主身段了吗 对 因为我们看这个五分钟走势图 就去年的话跌了5990点 那时候是这个 我们当时一直把它当为说 这个A大坡 可是我们现在因为它反弹 超过0.618的一个反弹幅度 所以我们重新把它算 就从去年的12629 我们这边叫做出身段 那涨了2523点 叫里面 那它回了1100多点 大概回了百分之四十几 我们这个第二波回答 那刚才回忆有讲 我们这一波把它叫主身段 是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涨了超过出身段的 2523点 就是所谓的一个主身段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定义我们这一小坡 叫做这一从1268起账的一个主身段 就是那大家看这个图卡的话 你从这边往左边看的话 我们有三个高点 一个是16811 一个是3月30号1770年 再一次历史新高 那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盘中只差16811 只差30点 所以我们这主身段已经涨了2700多点 那会不会挑战1770年 就是大家都认为在六月份的话有万七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这边跌了九个月 所以这一波到今天六月份 刚好第八个月 第八个月又是惠波兰西的一个 所谓转折点 所以我们认为这主身段 它的位置会不会在万七这附近 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卖压 可是直到目前盘是还非常的 每天都有串新高 大概是这个 好 不过我们说到 如果要再串高的话 要请教杜老师 有哪一些关键是要特别留意的 第一个 大家知道我们台股一到五月份 涨了17% 那你看到道琼好像跌5% 可是道琼是气连 他整个跌股反弹的大概72% 那会半跟NASDAQ 会半是涨了比较多 反弹大概78% 那因为我们都是用道琼来讲 那最好的话是日本 日本在五月份是第一名 台湾是第二名 那如果说台股以所谓美国道琼 反弹72% 那台股现在反弹69% 我们认为说69% 如果以72%算的话 台股可以反弹到一万七千多点 那如果说以NASDAQ会半 反弹78%左右 台股算78%的话 大概是一万七千三百点 这是我们大概整个一个反弹幅度 那我们台股现在反弹的话 大概是大盘 本一比已经十八倍 我们记得我们这几次在七年的话讲话 那时候我们得到一二六八二六二九的时候 大盘本一比十九倍 所以现在已经十八倍 翻倍了 所以台股刚才会有讲 我们从这波已经涨了 大概将近两成了 因为到上个月是十七八 现在将近两成 也是这波涨得非常的凌厉 尤其像AI概念股 又让整个台湾股票市场 找到一个列股的提债 所以我们从这张表 可以看得出来 台股在一到五月份 排行还算不错 现在是日本股票是最强的 好 不过我们说到 要看台股的一个表现 当然一定要看护国神山台积电 我们说到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在今天是跌了七块钱收在五百五十五月 不过那先前已经突破了巴菲特魔咒 这一波最高有来到五七四 那请教杜老师 接下来六百块钱有机会吗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前一阵子在看 巴菲特魔咒的话 是五零四跟五四六 这个相形整理 我们以为它是会晚上跌破 二十块二十块咒 它是晚上突破 而且到五七四 那大家往前面去看一下 在七年的这个点五百六十的话 大盘是一万六千八百一十一点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点数 这个六月一号 所以我们已经五百七十四了 所以台积电率先突破这个 我们这个大盘一六八一的压迹 那大家看一下 另外一个点三月三十一号 六百零二 那时候大盘就一七七零零 所以如果说大家看一下台积电 万一如果来摸到这个六百六百块钱 那台积电大盘有可能就是突破五六 一六八一一 往一七七零零 那这两个点 完又下一个就是六八八历史新高 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每次涨的话 一定贸大量 贸大量 贸大量的一个 完以后它就一个箱子做整理 所以每一次的上涨都会伴随着 量也会出来 对对而且涨得很快 我们知道今年一月份的话 它一下涨到五六四 那时候巴菲特的效应 一下涨到五六四 有没有休息那么久 你看到我们的五月份 台积电是涨十一趴 大盘涨六趴 台积电是把这个整个大盘突破的 我们的压力期 让整个大盘冲上来 所以今天虽然说 因为礼拜五是美国道琼 涨七百点 会半跌 所以我们今天台积电稍微 比较弱势一点 可是其他传染股就轮涨 所以我们认为台积电 它现在是涨多做拉回 那如果大盘如我们所规划 有一个主生 那个主生段完以后 有一个陌生段的话 台积电短期间 在这个箱形整理完以后 会不会整理完以后 有机会再去挑战 那个六百块以上的一个压力期 好 不过我们说台积电的话 在现在大家说台积电的救世主 已经换人做了 就变成是回答了 而且在这一次回答 指引长黄仁轩来到台湾 其实将近七个交易日 就已经涨超过了五百点 所以尤其是AI概念股 在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红 要请教杜老师 这些强整很强的 这些AI概念股 现在还可以追吗 我们记得公年两千年的时候 台湾股票市场那时候 涨到一一零三一九三 有一个叫特康 那这一次刚好冒出来一个所谓AI 把它我们伺服器变成超级电脑 那黄仁轩也特别有点了 大概这几档的个股 而且最近也都最火红 那台积电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些股票里面 我们大概有管达 还有伟串 技嘉主机板 还有我们的微影 那微影因为他转投资 他那个伟串有转投资为影 所以那个伟串长得比较多 还有银野达 还有所谓的红海 那其实我们早期有一个电子五个 就除了我们这个管达 那个伟串红海 银野达还有一个人保 这是我们大概电子五个那边 那这几个目前都是很强势的股票 尤其有很多法人 大概都买这些 董老师上次来就有特别 跟大家说到这个广达 广达真的表现非常的好 对那个回音你看一下 广达以前他历史新高多少 八百五十块 而且他那时候做IPO 说我是在大华自营商当主管 那我有一个请 以前请上市公司来 做一个演讲 那他们花言脸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来的话 大涨 那时候我做自营的 也真的买了他 因为我们以前做自营 一只股票可以买六亿 那当年这个股票 我在做自营也赚很多钱 就是里面曾经有对他非常熟 那你看他管达的话 这一阵子盘了多久 盘了很久 盘了很久 而且他的获利 你看EPS是不错嘛 对 或者鼓励也不错 那最近的话 其实很多的那个ETF 高股协都有把它纳入成分股里面 所以在AI里面 我个人比较偏向 除了台积电串益丸 又管达是一个最开好 因为他盘整丸 所以你看到管达也开始 以前都是那个鸿海的股价 比管达高 那这阵子 他已经超越鸿海 以前我们经常有一个瞎话 两个蓝脸所握 所以是这两个 除了政治的那两个 林白女跟郭台铭 那乘几何时 管达开始超过 另外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的五月份的夜成交量 是有史以来最高 最高量 那我们一般来讲 他高量完以后 虽然股价还在一百多块这边 那相对因为量 已经全部换索成功了 所以在AI里面 我认为这一支 是比较有华联偏爱的个股 好 不过被追过去的鸿海呢 杜老师会怎么看 鸿海的话 有机会再追回来 鸿海的话早期是这杯 从三十七块涨到三百七十五块 所以他作业空关的时间是这样 那这一阵子 他也是在盘整 可是他都是在八十块到一百一 那四元前因为要选总统的话 有涨到一百三十几块 所以我们是认为 鸿海是在股市 如果万一在做整理 我们现在主生官 回来说 鸿海就有可能就 人家会把它纳入说 抗低的股票 好 不过我们说AI相关的个股 在显卡里面最直接收回的 其实就是技嘉 技嘉这一档个股 技嘉的话 你看到他早期是四百 八百四十几 他五月份我们的投信买了两万多张 是大买 六月份这几天也买 所以你看到他开始 法联开始在追 投信在建持股 那今天我们在录影的时间 又穿波段高点 所以在显卡里面 他是比维新 其他的都来得强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的AI上中下游 显卡现在所显就是所谓技嘉 而且你看技嘉的获利 这边我们有获利 现金1PS都算还不错的股票 不过在AI的趋势之下 其实伪创 伪创的股价也是创了新高 看一下 因为伪创以前是分割出来 所以他九十二点柴油 你看他的历史新高 以前是七十一块 那在我们五月的话 他串了七十块 这几天够了七十一块 完又到七十六块 那他刚才跟管达有一个现象一样 传有史以来的历史新高天亮 所以他已经换所成功 那一般来讲 他连长八格 那在我们礼拜五的话 二月四号 我们有一个借鉴 我去刚好早上 晚上看的话 去把它捞出来 我们借鉴金额是七十四亿 是有史以来最高 那里面借鉴换风的第一名是谁 那个伪创八亿左右 意思是说 有你这个 那就要回博 有人把他宏高开始做借鉴换空 把他射手单的动作 这是里面 所以大概你看到 他今天的涨势 就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认为这只股票 在AI里面是非常好的一只股票 因为他后利现在 如果按照后利来讲 比比稍微高一点 可是因为他整个题材有法人参与 借鉴放空的话 有可能被嘎空吗 有可能像美国标 那个美国的标普 有没有 有很多人去看 放空飞打 脸书 英特尔也是被拔空 那台湾的话 因为他是借鉴的话 有可能是两手 就法人买现股去锁单 那这是在上个礼拜 有一个比较异常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伪传的话 是这一波里面 伺服器里面长得比较凶 而且他最主要是有尾银 尾银的一个机器人 那个聊天机器人的参丛题材 比较没有长那么多的音乐达 有没有机会落后补障 音乐达 你看一下这个现行 有没有 他盘那么久 不像那个管达碗又突破 你看他是盘了一些 可是他最主要是获利 有没有 一块多 一个七块 那个一块多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有的人现在在评估 说AI概念股这个题材 我们怕他会跟工业两千年一样 变成每天 很怕摸摸 对了 很怕摸摸 可是一般来讲 那时候每天摸摸摸 碗又我们现在用的这些 都是我们网路用的 那这波AI开始上来 一定先大涨 完以后会有一个修设 那我们这个所谓AI 真实的好的股票 或是被带上来股票 他可能是其中一支 被带上来的股票 所以也是有机会落后补障 有 可是涨无不会像刚才的几只 可能像广达尾创 那么淋漓 所以你看到 他相对于是盘了很久 他电子五哥里面好可怜 比如落后补障的股票 不过我们说到 除了AI概念股 其实想要请教杜老师 最近也很有题材的 像是雏电 碳群的这些概念股 那么这三大族群的话 到底要怎么样去操作 一般来讲 你可以看得到 今天电子股休息完后 早上我们就看到金融股涨 重电三雄涨 还有碳交易的股票涨 那其实重电三雄里面 涨的最凶是华城 中心电工 那后来40三宝 以前的四电 还有一家东元 那我们推荐这个四电的话 今天我们这个是用到昨天的 大概盘总也到一百六十几 那其实他短线也涨很多了 涨了一大堆 所以短线今天就开高做整理 那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重电三雄 今年的一五的跟一六的电线正常都在轮流 所以今天很多重电的其他股票都涨 所以这一类股的话 是相对在整个大盘 如果你还有陌生段的话 它还是有 那另外我们再讲一下 一五零三的四电 它另外有一个转投资 叫二七零四的国宾 它有转投资这个四电 所以它比较低价 所以你会看得到母公司涨 子公司也会跟得上 也会连带被带上来 这是我们在四电里面 重电三雄里面 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四电 不过碳权交易所七八月会成立吗 那滑指这一档个股可以去留意吗 碳的话滑指是森林比较多 那一般来讲 因为碳交易成立完以后 交易所出十亿 那个国华会五亿 那它成立完以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最近的话 这个滑指 曾经以前最高是 最近三十三块 那今天盘总委用到二十九点四多 拉回 他大概最近短线都大幅震荡 以后一底比一底高 他比较有疑力的是他的获利还没有起来 有没有 到一Q还是 现金也没有配合 一Q他还小配 可是四月份开始 那个稍微小赚钱 那一般来讲 永鸿宜的股票 今天是先拉永鸿宜大涨 法子跟上来 早期都是法子大涨永鸿宜 所以永鸿宜集团的话 像法子永鸿宜 还有六二一四的金城 他大概这一系列股票 目前大概都有人在拉这个永鸿宜 金城 法子 那法子之碳钱里面 我个人认为他首选的一个比较好的股票 这是碳交易的 那碳交易除了说法子玩 又像那个我们农林里面 他转头之有一个 有一个三氧工业 所有机车的都有 所以这个碳交易的股票 目前也是一样 在整个我们的AI电子股 在做回档的话 他有时候就会跑到碳权 或是我们重电三雄的股票 好 所以在现在可能类股轮动 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在电子股的操作 还是持续留意AI 那么在产产的一个部分 就可以留意像是碳权 重电这些的族群 对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不是有动到国泰互邦 其实我们还有三类股 很可能 水泥 树化 金融 所以你会看到 搞不好在4Q总统选举前 整个股票都涨完以后 我们在主声段涨完以后 要做第四波回档的话 那再做第五波的末声段的话 政府搞不好会去动到 其他落后补涨 所以今天是第一天 还看不出来那个端倪 可是股票市场是这样 落后补涨 如果万一整个都轮返 那你为了点数你有可能像今天一样 去称其他的传长股 这个市值 好 非常谢谢杜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也希望大家都操作顺利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